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有北京法律学者预料,明早会表决 另外消息说,草案的二审稿订命 两年的起点是分三级 监禁至少三年,去到至少十年 但就没有提及法例有追溯力 由最北京记者陈泳斯报得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日会议 人民大会堂附近一带继续保安严密 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李飞 在第一日会议就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修改意见作汇报 委员会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 提出草案建议表决稿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 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据了解,二审稿没有提及法例有追溯力 刑罚方面列出三级量刑起点 初犯轻微,追成判囚至少三年 情节较严重的监禁至少五年或十年 至于刑期可以判多重呢? 涉及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的罪名将会更加长 是否会判囚终身呢? 消息说条例参考了其他地区同类法例的标准 本港高等法院处理的案件 可以判监禁十年以上 早前的草案说明 没有提到高院陪审团制度 消息说因为陪审团由社会人士组成 草案考虑了能否确保他们认识国家安全 会有相关办法处理 本身是法律学者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说 建议表决稿提交常委会之后 按法律程序星期二可以表决 通过之后即时生效 然后他们可以投票赞同或者反对 今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而根据内地立法法 草案一般经三次审议 如果常委会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比较一致 经过两次审议就可以交付表决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文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